现如今国民消费实力不断提高 而很多的大牌豪车也因为竞争太大而搞出价格竞争 这也导致国内市场上的豪车价格不断走低 这样一来两两中和 很多在以前大家想都不敢想的车 现在也开始变得出手可及 除了常规地位的一线豪车BBA之外 很多二线豪车偏偏也在不断地进行国产化 英菲尼迪公司就在今年国产了旗下的QX50SUV车型 QX50这款车的市场单位是一款中程SUV 按照通级别的奔驰和奥迪来看 这款车上市后也会是一款走量的车型 但是实际情况总要比计划的怪异 这款车上市的第一个月售出2095台 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但是从第二个月销量就锐减到了只有1023台 此后更不容乐观 那是为什么在这个豪车SUV走红的市场上 QX50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 外观方面新车的前脸大面积的中网格山十分热眼 并且整个前脸都十分圆润 加上英菲尼迪的车标整体的辨识度极高 连接两侧大灯和无灯后 车头的颜值也提高了不少 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 4705x1903x1681毫米 轴距为2798毫米 这样的大尺寸车 让你在同级别里面都是非常优秀的车型了 但是因为它的车身设计比较大气 所以仅能肉眼看来这款车并不是很大 内饰部分采用不规则式的布局 并且采用了大量的线条设计 使用大面积的皮质材料和针织工艺制作 档次感营造的很出色 配置上QX50搭载的三幅式多功能方向排 自动空调 电动后视镜等多种配置 但最有亮点的还是它提供的两块中控显示屏 一大一小的两块屏幕给人机翼的科技感 除此之外这款车还全系标配安全气囊 动力方面 QX50搭载的是2.0T两个动力版本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传统8档CVT变速箱 这个组合有点不太令人满意 不过动力强劲 这款车的售价区间为33.98万到48.98万之间 是一款性价比和各方面都很不错的车型 5.0T两个动力版本的涡车 是2.0T3 0T3 0T3 0T4 0T3 0T4 0T3 0T3 0T4 0T4 感谢观看